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飲茶和品茶一直是中国和我们华人世界的很重要的传统 近年来普利茶特别是旧茶 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越买越贵越买越少 普利香港19年当时做了第一次的抽泡 今季我们希望以更清晰的态度 和大家解释为什么普利茶 能够做一个好的投资产品 为什么普利茶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去延续我们的饮茶和品茶的优良传统和习惯 就当我身后展示的普利茶一样 整个普利茶的收入投资 如同我的金字塔一样 最上面的就是我们的百年老茶 可以说拥有一片百年的普利茶 在缘分 都在身份和地位的相争 去到50年代 就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时代 印吸茶除了在中国国境茶厂做过第一批茶之外 印吸茶目前是事未上高 是受到大家的追捧 其实当年的事实 并不是这么乐观 一间国境茶厂很努力地去追寻 好吸茶的制作工艺 把最好的茶叶和最好的制作方式去做个现作 但事实就是它制销 因为当时喝起这些茶叶 并不是这样的理想 但谁知道经过这70年的转化 目前的印吸茶叶 相信在众多的茶友的口中 都是站不住头 因为在50年代印吸茶的制销情况 盟海茶厂的六七十年代 就做了很多的尝试 尝试在配封常沽 怎样能够把刚刚生产的普利茶 让大家所接受 这个时段的茶叶 整个口感来说 每一批茶的口感和滋味都是不同的 相信这样的普利茶 都能够让大家去品牌到这段特别的历史记忆 史上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我们最下面的中期茶 盟海茶厂制作的一批特别的茶叶 特别之处是那批茶受了改革开放的影响 都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贸易港 把这批普利茶输送到全世界的华人手上沽 我相信在那个年代 喝到了这批中期茶的人民来说 它有一个很强的时代的记忆 这么多年回来了 今天我们在香港又看到这批 曾经在香港出口的这批茶叶 很肯定地说 其实普利茶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独有的文化 因为香港普利茶走向了世界 我们也希望把普利茶这个文化 作为香港的饮食文化 再次推向给大家 茶叶除了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收藏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生活上茶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在今年的环境之下 我相信很多人是输了一些自己的空间 和自己作过相处 茶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相伴的目质 不单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对话的方式 都是我们这个很好的中华的传统 除了一层莲莉茶 今期我们有一个小专场叫做菇香 就是我身后这些菇就是旧的意思 越旧越香 除了普利茶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三个沉匪 保持到几十年 甚至乎七十年以上的沉匪 相信是善上的很罕见 在这里非常感谢香港床家对我们的支持 提供了超过七十年的珍藏沉匪 为我们今次做这个专场 对养生的人士来说 对中医来说 旧的沉匪是非常有它独特的作用 今期我们同样得到床家的支持 有一系列的白茶系列 白茶和沉匪的工艺都是晒太阳 然后就是一个良好的储存 中国的传统就是天地人的结合 经过多年的储存 陈连的沉匪和白茶都有一定的非常好的阳下 冬天就快到零的时候 希望有一些 我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 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能够推荐给大家 可藏可饮 一个好的选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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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